尤其是我難過這首歌曲 因為那時候我們通常講說那種有型歌 我們稱為芭樂歌嘛 然後我們講說因為他的旋律太棒了 然後我們就說這個叫黃金大芭樂 我們就是要這一首歌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在 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到 當初的那個角色跟那個畫面 之後又加又在他演唱會唱 然後五月天又接著找5566一起 去合作他們的演唱會 都在我難過這首歌上 我想這個是那個年代的一個經典 然後甚至我看到網路上有很多的朋友 開始在解讀這首歌 就是他如何成為神學 然後因為他的A段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B段他什麼情緒激昂 在此時此刻什麼大合唱幹嘛 我就覺得蠻好玩的啦 五六貴為天團 那小康老師就是天師了 雖然我們不稱他小康老師 但是事實上我們跟他的互動 真的很像兄弟這樣子 很像朋友這樣子 我覺得他是完全不吝嗇的 在教我們大家 譬如說不管在音樂上面 或是在演藝圈的這個生態上面 都給我們很多的心理建設 就是他幫著上忙的 他私下會跟我們講 然後就是一起幫我們 開始比如說唱個部分 然後或者是說錄音 或是哪方面的 一些他能教我們的 他就教我們 所以讓大家認識五六有在音樂上的一個成績 其實小康老師站著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所以可以說是五六之父OK的 小康老師我很想你 我大概是五六當中 最近還有跟你見面的 但是你的身體真的要顧 對我來講 我還是比較喜歡胖胖的你 看起來比較可愛 還是希望你要我趕快多吃一點 加油 你永遠在走在我們的前面 我們會 我們也會因為你的努力 我們會更努力 想必老師也知道 五六現在也有一些付出的計畫 所以是不是可以再生出一首 黃金大拔蠟呢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了 黃金大拔蠟呢 舊色的年紀 那一年沫沫無言 隻能袖曾離開 無邪的笑容 已經不再精彩 你害怕结局所以拼命伤害 说是我等着你的美好未来 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 我便默默的让你走开 如今你守得想回来 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散 忍住被爱 我以为是成全 你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 尽全你忘记我们珍惜相爱 却忘了告诉你 失去的不能重来 那一年我懵无言只能选择离开 我写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 你害怕结局所以拼命伤害 说是我等着你的美好未来 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 我便默默的让你走开 如今你守得想回来 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散 忍住被爱 我以为是成全 你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 尽全你忘记我们珍惜相爱 却忘了 却忘了告诉你 失去的不能重来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散 每次放弃的梦被打散 我都会变成全 你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 你忘了爱尽全你忘记我们枕生相爱 也忘了告訴你 失去的不能重來 也忘了告訴你 失去的不能重來 謝謝 謝謝5566 下一次我們辦大場的時候再把他們請來 請他們來跳點舞 不然有點舞蹈 我跳 我跳 好不好 好 謝謝5566 讓我想起很多當時的情景 當時呢 我本來是接一個偶像劇的原生代的製作 然後接了之後呢 那個製作人就跟我很熟嘛 大家一起開會就說 欸 我們裡面有一個製作人的角色 就找不到人來演 你來幫忙客串一下好不好 我說可是我每天都在錄音 那錄到很晚 結果那天是發三點的通告 三點去錄了一下 沒想到我現在走到哪裡 特別是到那裡很多地方 都欸 小市民兄 然後很多人問我說 欸 大部分人都問我說 你有沒有要往戲劇發展 就因為這個劇 所以這個意外中呢 好 謝謝他們